字幕 李宗盛 Yanny, 你喜歡吃海鮮嗎 很喜歡 我喜歡吃龍蝦、鮑魚、扇貝 大蜆、拿鳥蝦, 還有青口 好了, 行了, 青口 我今天就和你吃青口 YES YES 正是吃青口 我吃 一碗就行了, 好吃就行了 還有四碗不同的口味 是嗎 對, 走吧, 快點 這間位於尖沙咀商場裡的一間 專吃法國南青口的餐廳 2021年的年尾開張 窗口位置看出去會有維港海景 坐在巴桌位置更可以看著廚師 炮製一桶又一桶的美味青口 絕對是海鮮烘的一大福音 這間餐廳的青口比較版本 全部都是用藍青口來做材料 其實青口如果是新鮮 還有用一個很好的調味去給它 是很嫩滑, 其實很好吃 我們其實在不同的季節 都會採購不同的法國藍青口 包括可能會有加拿大、荷蘭 現在可能會是澳洲 都會在不同的季節中選擇 最好的請求給大家 這個叫做吞拿魚的大刺塔塔 大刺和吞拿魚都是刺身級的食材 旁邊有些青檸, 上面有些飛魚子 其實師傅建議我們 就是把青檸汁倒進去 拌勻, 這樣就可以吃了 好 除了吞拿魚的大刺 也有牛油果 全部都有喜歡吃的食材 而且用來做飯前的小食 是很適合的 清新, 好, 先試試 它裡面有酸酸的醬汁 它只是青檸的味道 它很嫩滑, 吃青檸汁 令它更加開胃 好像去了一轉夏威爾 裡面嘻嘻吼吼 師傅好像在煮青檸汁 不如你進去跟它偷屍吧 快點吧, 去吧 Joe, 是 我先進來偷屍 聽聞你們這裡的青檸汁是最有名的 這次看到有兩個醬汁, 是嗎 是, 有意識番茄 還有日式柚子胡椒 其實蛋脂上的步驟是怎樣做的 先把碼頭爆開 然後加入青檸汁 炒白酒 煮一煮這醬汁 然後再加米汁 讓它的青檸汁全開 這樣就可以了 四種味道出來了 很漂亮 讓大家看看 這個一定是柚子味 這麼重柚子 對, 很香, 我已經聞到 這個是藍芝士紅芝士的味道 這個就是傳統的香草白酒鳳 這個很明顯 番茄羅 對, 那邊有薯條 新鮮炸出來, 非常香 很棒, 用這些醬汁 醬汁吃, 很邪惡 其實你可以用青口殼 把肉夾出來 自製天然的鉄 真的適合學 這個吃完之後就可以了 然後用這個殼 又再吃就行了 我想說 這個柚子胡椒味 是我第一次吃這個味道 去配搭青口 超清新的 我沒想過原來青口可以這麼配合 這個味道 而且我很喜歡它有一點辣辣的 很搶口, 你試試看 這麼厲害? 很適合, 異常的 對 馬上變得很野味, 但又清新 第二最期待的 藍芝士 藍芝士 先學你這個吃法 好 完成 它的芝士味 不是很厲害 但有一點味道 我懷疑我們吃不到最少的汁 不如我們試試用薯條 蘸醬醬汁 可能就會吃到 最強烈的藍芝士的味道 那個芝士味就更多了 還有忌廉味 對嗎 是 我懷疑這個醬汁 其實配耳粉 蘸麵包的味道很香 我內心說的 我聽說的 營養價值很高 蛋白質超高 但又低脂 是否也挺適合的 想保持健康的女生吃呢 它本身是一個高蛋白質的食物 脂肪含量比較少 有Omega-3 有抗貧血的功效 很厲害 不少也會有些鈣 保持骨骼健康 骨骼健康 生上抵抗力 很厲害 好像套餐一樣 對 我想說一盤這些 大約10至20隻左右 其實我想我一個人最少吃到涼傘豆 這個這麼大 對 很飽滿 新鮮的青口是嫩很多的 沒有那種黏鞋的感覺 對 是一個藍青口 如果加上一些 普通新鮮 也沒那麼嫩 我們今天吃完四款好吃的青口 你現在有靈感 煮你的菜式味道 絕對有 是甚麼呢 可以透露一下嗎 我也不會告訴你 我下次不會問 可能我下次會自己說 好,期待 乾杯 乾杯 謝謝 歡迎收看 吃過番薯味 Alpha,自從上次吃完 那麼多不同款口味的青口之後 我現在有心掛掛了 很簡單,青口就剩下青口吧 但我們上次吃過那麼多口味 你這次有甚麼驚喜給我 沒有 真是毛活,驚喜 青口就吃最原始最大陸的味道 真的嗎 牛油白酒 我也喜歡 Hush 這就是白酒牛油往下青口 會趕下青口吃的 你的步驟很簡單 首先,南青口 這些來自澳洲 尺寸比較小, 但肉質比較滲滲 買回來後, 輕輕地沖一沖 將假如有的繩子黏在旁邊 殼的繩子, 像酥的物體 把它拔掉就可以了 配料, 乾蔥、蒜、辣椒片 即是辣椒碎 如果不想吃辣, 可以不放進去 橄欖油、牛油、百里香、檸檬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是甚麼 白酒 主角 對, 不要喝了 好, 第一件事就找個鍋子 我們把少許的橄欖油倒進去 很奇怪為何我們用橄欖油 又要用牛油呢 因為如果我們只用牛油 它會很容易焦 所以就用橄欖油 幫助我們的牛油一起煮配料 好, 然後就可以加入牛油 通常牛油的份量要多一點 起碼要有20克以上 20克 因為這個食物主要的味道 就是來自這個牛油 這個時候就加蒜、乾蔥加進去 我們用牛油和橄欖油 把它們煮香, 炒香 這個時候同時可以放適量鹽 那牛油是否用有鹽還是沒有鹽的牛油 沒有鹽牛油 沒有鹽 對 炒香後 其實下一步就可以放青口 放進去, 非常之快 因為我開成大火 就可以用白酒煮熟 全部一次過都放進去 我們將白酒加進去 要多的, 蓋過它們為之標準 保持著大火 當它們煮起, 就可以蓋上蓋子 最後才加辣椒粉 對, 還有檸檬皮 百里香 開口, 倒出來, 完成 很香 很香 有白酒 還有牛油味 還有蒜 開口就可以關火了 不要再煮下去 你們稍後會加少許檸檬 和檸檬皮 記得檸檬是關火的 好, 這時候最後的調味 就是檸檬皮 來吧 就不用太多, 要少許 就是要用來足夠 除了是裝飾之外 也有少許它的香味 白色部分盡量避免 因為會苦 然後就有百里香 然後把所有葉都拉進去 辣了, 少許吧 好, 我想 不用太多, 太多會很難 搶了味 拌一拌 醬汁可以有意粉底 又或者是蘸麵包 對 所以這次就蘸麵包, 好吃 好, 完成 開始吃了 我要蘸醬汁 對, 把醬汁倒進去 很甜 很滑 我吃過的橙色是特別好吃的 很滑 很脆 為何這麼脆 汁有一些檸檬皮的香味 把奶油, 即是牛油 和酒味再… 整件很清新 真的, 整件事 其實這個醬汁可以收起來 拌一拌的意粉也挺好吃的 可以經典的東西是不同的 真的力久不須 這麼簡單的煮法已經這麼好吃了 所以有時候你問我 有什麼創意要加下去 有時候我也自己想 其實究竟傳統的味道好嗎 夠不夠好呢 如果夠好, 為何要再攪拌這麼多 對, 剩下的原味 高手真是高手, 佩服 歡迎繼續收看 《吃過蝙蝠味》 Alpha, 你平時喜歡火鍋嗎 也喜歡的 煮一下煮一下 吃海鮮、牛油也挺過癮的 對, 不過吃海鮮就比較麻煩 因為有時候全部倒進去 夾起來時, 經常都會過癮 因為時間在上面控制 有時候你也不知道哪一隻 對 所以這次我們用適當的時間 適當的味道 去煮一個叫做蜜蜜海鮮袋 不過這次叫做蜜蜜海鮮袋 是雜感的海鮮 非常豐富, 我們有粟米 然後有很多蝦, 有幾隻鮑魚 有些沙白有些蜆 有兩隻藍蟹 四隻帶子, 其實也很豐富 這麼多款香料, 哪一隻打哪一隻 首先, 最左邊這隻叫做卡顏胡椒 卡顏胡椒 小辣的 這個叫做Oat Bay Seasoning Oat Bay Seasoning 煮海鮮必用 是嗎? 西式香料 這隻叫做甜椒粉 Paprika 傳統主要吃的香料 包括這個叫做桂皮 桂皮 這個是香葉 香葉 少許花椒 香椒 少許丁香 這裡叫做迴香籽 迴香籽 這個叫做五香粉 香粉, 明白 牛油, 蒜 我很簡單 我的方法就是 將這些香料 全部放在鍋裡 用雞湯和水煮熱 用上湯煮完海鮮 分開加入 之後煮完後就隔水 拌勻所有食物 我們可以準備煮汁了 對, 我們會用一份雞湯和水 加上剛才我們的香料 就可以放在湯包裡 這些香料也加進去 很難度 好 先由它煮一下 我現在就放蒜蓉了 剛才看到的那個叫做卡燕胡椒 卡燕胡椒 其實比例是1湯匙卡燕胡椒 2湯匙的甜椒粉 然後就1湯匙 還有這個紅椒粉 是否顏色比較漂亮 對, 比較甜的就不太辣 然後加入鹽 大約煮到什麼位置是可以的 其實你叫它結身是可以的 我的醬汁也煮得差不多 不如跟你調位置, 你放海鮮方便 好嗎 好 你可以先關火 先放一些比較難熟的食物 先放一些粟米放進去 我們的蟹會煮完之後才開邊 如果現在開邊, 它就會散開 然後放鮑魚進去 其實鮑魚脫殼也可以煮多久 因為其實它未必真的熟透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蓋蓋 先煮一下 那真的差不多了 我現在關火 加上百里香和檸檬汁 好 最後加上檸檬汁 好, 現在醬汁就完成了 這個時候我烹飪了 大約5至6分鐘 我們先拿走起的鮑魚 下一步我們可以放鮑魚 我想問一下, 這些海鮮 各自煮多久 看你那些什麼海鮮 說真的, 蟹當然會長久 然後鮑魚或飯牙貝 其實很快熟 當我們煮熟飯牙貝之後 就可以把所有食物都拿出來 然後把所有海鮮都換進去 煮完之後就可以了 好, 我們蟹的部分 我們的蟹和飯牙貝都已經煮熟了 這個時候就拿出來 飯牙貝很容易煮, 所以切忌切忌 看到它脫殼就可以拿出來 好, 最後就是放我們的蝦 蜆也可以放進去 好, 這樣就放進去 我們的湯, 其實到最後都很鮮甜 好, 滾起之後就可以了 看到蝦變了紅色 蜆也開一口就可以了 完成了 好 好 我們稍後就把蟹開一半 好 目的就是要令我們的汁 轉頭可以進去 對, 目的就是這樣 但是這些蟹這麼煎 會不會煮爆的袋子 會的, 所以有一個技巧 要不就是用厚一點的袋子 要不就不要不斷捉那個袋子 對, 即是拌勻, 而不是封鎖鹽 即是可能是把蝦轉 對, 這樣就好一點 或者用兩個碗子幫你輔助 你自己也可以 可以了 這個時候的海鮮熟了 醬汁又完成了 做什麼好呢 然後熄熄吧 很豐富, 吃什麼好鮮呢 我先吃蜆 味道很配 還有百里香的香味 剛滲入了我的蜆, 超香 其實我認為現在是牛油 而且很大 所以它開始沒得輸 而且那個蒜味, 蒜蓉真是白白的 趁在海鮮上 整個海鮮的鮮味馬上跳出來 對, 有時候不是真的要拌 要點一下醬汁 或者蒸海鮮也很搭 因為就是牛油和蒜的 一個很奇妙的化學反應 其實這個醬汁超級搭海鮮 而且要辣辣的, 我覺得要吃越開胃 不要亂停了, 繼續辣下去 好, 下一個就做辣肉腸聖子炒鮮意粉 好 我們下一個就做辣肉腸聖子炒鮮意粉 除了主角是聖子之外, 也有橙汁的青醬 蒜, 洋蔥基本西式的調味料 有一點焦碎就喜歡自己加 提升辣的味道 起鍋的元素會是辣肉腸 會將油逼出來之後炒粉 那杯是甚麼呢 阿蘭蒂 阿蘭蒂用來炒香海鮮也很搭 是否先煮意粉 先煮聖子 是嗎 我們要去脫殼 我們煮多久, 別煮過沸騰 我們放進去, 我想你兩沙 我想你五、六秒就可以拿出來 因為這一步是最容易 最快令它脫殼的方法 要用這番有聖子味的水 再煮我們的意粉 我們炒意粉通常要給我們本身 煮意粉的時間減兩分鐘或一分鐘 目的就是煮的時候 不會煮過熱就很軟 沒錯 我們用平底鍋 用中火燒熱橄欖油 然後我們把水滾起 然後用適當意粉的份量 大約是8、5至200克 如果你喜歡 放進去記得, 還是扭著放 這樣就不會黏在一起了 明白 幫我計時六分鐘 六分鐘 然後我們把辣肉腸切粒 然後放進去 第一樣就放在辣肉腸上 對 逼油 因為如果我們太熱放進去 我們只會把辣肉腸煎至脆焦 就不會釋放本身的油 好, 我們看到油開始變成橙色 很香 對 不需要刻意煎至焦 因為我們稍後會繼續炒東西 好 然後下一步就可以把蒜加進去 洋蔥加進去 這樣就炒一炒 好, 先把小火關掉 這個時候姓芝米放涼 就可以把它切出來 好, 待會就可以把姓芝切 好, 幫我切粒嗎 好, 多大粒?手指公那麼大 手指尾一截, 或者兩次手指尾 好 有時候我們煮意粉, 要留意 意粉水也要留 為甚麼 因為它會幫助我們 最後形成的醬汁有多稠 或者有多稀 就是炒它, 譬如醬汁是在推太稠 再給它多一點水 好, 這時候我們炒香了一點香料 一樣, 加一點鹽 令它容易出出它的水分 好, 切好了 切好了, 麻煩你幫我全部推進去 那你多拌一拌 然後加一點白鞍底 我們要大約50至70毫升 如果沒有白鞍底 用普通白酒可以嗎 可以, 小心一點 它揮發了酒精 雖然說不要太多 太多就… 這個步驟也會消失 當然評判 這個步驟還要小心 對, 它的酒精揮發了七七八八 這個時候可以加一點辣椒粉 好 這是意粉可以了 是, 好了 這個時候就把意粉加進去 接著是我們的青醬 還有青醬 對 好, 放一點番茄 通常煮意粉也會用的 是 放進去 好像很好吃 對, 如果水不夠 覺得它比較乾的話 多加一點意粉就好 然後加上時間 大約是兩分鐘的時間 加了這些, 叫甚麼? 說是番茄 馬上有那種紅香的味道 就出來了 對, 香了很多 我喜歡多一點辣 好 那你有沒有說 為何這次特別選擇扁意粉 想它跟性子的口感也有點… 相似一點 相似一點 對 如果是英雄的髮型 就好像會太柔軟了 完成 好, 吃得了 好 好 吃得了 吃得了 芭蘭迪的味道真的很吸引 現在要先嘗嘗姓子 剛剛好, 不會過熟 很淡 我很喜歡那種辣辣的感覺 而且性子也不會炒得太滷了 還有辣肉腸真的很像臘腸 就是多了一個辣的香味 我今天嘗試用不同的醬汁 煮出不同的菜式 例如青口、海鮮、意粉 真的打開眼睛 其實有時候吃海鮮 也不一定要吃到原味 有適當的調味 也可以令事情很好吃 而且很汁 對, 很汁 Alfa煮食也很棒 我們去吃的餐廳也很棒 這個節目也很棒 看來觀眾一定要繼續收看 吃過飯尋味 再見… 再見…